不过呢大陆春运明天要正式登场啊 这个史上最大的移动奇观 这个返乡的车票才真的是一味难求 有人排队排了四天四夜 只买到战票 所以那就提早出发了 改搭客运久一点嘛 照样人满为患 一辆现在38个人的车子 硬是挤了80个乘客 为了要回家 简直是命都堵下去了 这辆游览车展现了超大容量 一张现躺一人的卧铺上 几乎都坐了两个人 连同四个小朋友 算一算80个人挤进了 容量只有38人的客车里 你不觉得会想吗 是什么 那为什么还帮这个想呢 这个怎么说呢 我们打工 为了回家上车的人打算 从广东潮安到湖南丧直 1400公里路 在挤得像沙丁鱼的车厢上 大家轮流睡 也顾不得安全 因为返乡车票实在太难买 看看这些大排长龙的队伍 还有人带着小板凳来排队 全都是为了一张车票 这个女大学生排了四天四夜 却只买到了一张站票 必须站八个小时才能回到家 珠三角今年 在这里的外来物工人员 总数是大约2550万人 而铁路今年能够承担往外运的呢 只有996万人 除了在广东打工的出外人 还有百万学生来出差的商务课 偏偏广东火车每天只能载客 五十八万人 所以春节想要回家 只能各评本事 中天新闻江明珠 综合报道